如果你的那時候請辭不是假動作 是你真的覺得你要請辭 代表這幾個月 你早就應該有充分的準備 你的最後上班日是什麼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在那之前 把中座交接完成 台北市長柯文哲明明都說 勞動局長陳信宇 八月二十八號確定離開市府 但當事人怎麼一問三不知 你什麼時候知道請辭率批准的 記者告訴你你才知道的嗎 嗯 應該是這樣子吧 我就接到消息說 同仁說要買雞排來慶祝 市議員中佩軍透露 連勞動局同仁對於陳信宇的離去 都不挺 跟爆料先前明明會議 都確定了人不見 陳信宇人影 四月十四號的時候 這個開了局務會議 那本來應該是星期三開的 當時讓這個在座同仁 非常不滿的事情是 已經改了一次會議時間 改到星期四 九點三十分 應該要開的會 所有的勞動局主管 還有附屬機關都在線上等候 你的局長是同仁 馬上在現場說你另外有會議召開 我記得我有一個會議是比較晚到 我剛開始比較晚到請副局長代理 好像是不去要當的事情 所以我也跟他解釋好 面對追問陳信宇 時問須答 連長期勞動局和工會交流 雖說參與人數逐年下降 但舉辦的場所怎麼一年比一年還高級 隨著選舉越靠越近 場地越來越好 你到底是勞動局長還是李丁北 市府給你這個活動 不是讓你去辦跟工會的交流 聯誼那一part還花錢 哪一位建議你要去 與勞工有約的時候 應該要花大錢去參觀講公刑館 哪一位領袖 陳信宇爭議一箱磅 辭職前不免再被翻出 讓外界公審評斷 近期新聞謝謝吳俊瑋 採訪報導